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生波鱼的 我们进入之后 这里分两个手柄每一个操作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生波手柄 开始了 生波手柄 我们这个摊头呢 是做一个 可以做一个肩部 背部 以及一个 腰部之类的一些 部位操作 然后我们这个手柄 是操作一个头皮的 一个按摩的作用 我们这个主要就是操作 头皮的一个按摩作用 然后 这个呢 就是一个操作两部的一个作用 也是一个按摩的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韧带 就是操作我们的一些韧带的 还有这个 颜巨型的 就是操作一些穴位的 就是点穴的一个操作 好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界面 这边呢 这边呢 是他的一个 那个前度 就是一个震动的一个前度 最高八 我一般 一般就是建议四周 四到五周 开始是一个 凌川的一个时间调节 也可以进行上下调节 然后 这里是一个他的模式 这一个 N1呢 是一个细微的一个 声波模式 然后N1呢 是一个 融合的一个声波模式 N3是一个 前度的一个声波模式 然后 我们点击这个返回键 然后 我们点击这个返回键 然后进入到这个 介绍一下 这V8手柄 V8手柄 我们就有三个 我们这个V8手柄呢 就是一个操作一个 大区域的一个 一个操作的一个手柄 就是背部啊 腹部啊 然后我们要估计去 叫大的一些去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操作一些叫小的 就是比如手啊 或者是 呃 腿啊 这些部位 你可以进入一个 这个叫小的一个 单头 一个手柄去操作 然后我们最小的呢 就是操作一个脸部 主要是操作一些叫小区域的一个手柄 然后呢 他界面呢 然后 然后他界面呢 这里是一个 温度调节 我们一般就是 38或者是 36到38走去操作 这边的呢 这边的呢 是一个 模式调节 这个N 这个一模式呢 就是快吸快放的一个模式 然后二模式 渐渐一秒吸放的一个模式 然后 就是 这个三模式呢 就是一个 呃 渐渐二秒吸放模式 呃 这里 就是一个 他的一个 临床时间 可以从这两个按键进行调节 然后下面这个呢 就是一个 呃 实际的一个温度 这里也是一个开时间 再点击他就会暂停了 下面给大家 呃 操作一下那个 那个按摩头皮的一个 生锅里的一个 手柄 然后我们 已经调节 就按照客户的舒适度来调节 然后这边是 银床时间 然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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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按摩手柄 接了之后 按照客户的 头吸 插入 然后我们 先晃动一下 然后上下 可以拉这样子 这个手柄去操作 好 那下面就 呃 用这更换一个脸部的 探头 进行脸部操作 我们先 暂停之后 取下探头 一个 调好一个客户需要的一个能量 我们也可以选择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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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精油 然后涂抹 然后涂抹在皮肤 这个操作 区域上面 然后进行一个 操作 然后下面更换 下肩子扣 更换 取下探头 更换一个 做坚固的一个探头去操 我们可以用这个探头去操作肩部 背部 这些去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刚刚给客户操作的一个人 好 那我们下面呢 就操作一下这个绿巴烧饼 我们来调一下界面 我们刚开始呢 我们一般是推荐用38或者36左右这个温度去操作了 我们所以我们先用36最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温度给客户试一下 呃 这模式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从背部的话 我们可以 用这个五模式 可以一直在吸这个模式去操作 然后这个点开时间 然后我们在这个区域呢 就是一个 这个区域涂抹的那种精油 这个区域涂抹的那种精油 可以气到一个淋巴吸收 排骨 淋巴 手饼啊或者是一些叫小鸡的碳头去操作 我们先暂停之后拔一下碳头 然后对准这个卡槽 操入碳头 操入碳头后我们把这个界面呢 刚刚把这个吸模式我们可以调一下 调好客户想要的那个舒适度的一个模式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开时间 然后我们配合一个手法 现在用的是一个一吸引放的一个模式操作 走着脸到三遍就能准开了 同样是战军之后 我们更换一个脸部的用碳头去操作脸部 也试图要把这个卡槽的插入 然后点击这个卡时间 我们点击这个卡时间 我们点击这个卡时间 我们这个小的手饼呢 可以操作一下颈部或者是脸部 然后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脸部瘦脸的皮拉动作 我们其实的话也可以做一个皮拉的一个手饼操作动作 我们其实的话也可以做一个皮拉的一个手饼操作动作 操作完之后 就是要看做到 做八到九个人之后 做八到九个人之后 要检查一下这个手饼的 呃里面的那层 那层膜有没有粘掉 有没有粘了 先把它拿出来 来 我们这个呢还是干净的 我们说也不需要更换 如果就是做了八到十个人左右 检查一下 防止它不要粘了 好 现在我们把它干回去 然后我们一个手饼呢 有两个地方都有一个膜的 要 呃这里是第一个 这边的是第二把 我们也要检查一下 这里的一个膜有没有粘了 取下这个盖子后 看一下这个里面膜有没有粘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膜是比较干净的 所以 呃这个地方是不需要 更换掉了 如果粘的话 我们就换掉这个膜 给它换 换一个新的 好那现在是已经操作完毕了 然后我们关掉